霍輪擱淺在岸邊被海浪打得搖搖晃晃 起前到感覺快要翻過去 這艘加明二號霍輪承攬郵局往返澎湖的郵件運輸 但這個月十號發生擱淺事故 上千件的信件和包裹也跟著全都泡湯 加明輪進到布袋港 失去動力船艙進水140件的包裹 以及923件的掛號信和航空郵件 和平常信件各一帶統統泡湯 實在好久因為這已經是今年第二次加明輪擱淺 年初加明輪從澎湖返航嘉義 疑似因為繳往失去動力 漂流到東極海擱淺 郵件也全部沉入海裡面 這個月十號又再次悲劇重演 中華郵政損失超過上千萬元 郵局低調不願意做回應 不過我們實際找上護輪業者 員工則這樣表示 就不曾經就隨便 所以完全不回應就對了 他會是這樣跟我講 就是做不回應 然後不澄清 低調不願受訪 但表示已經有在積極處理賠償 而如果是以郵政處理規則 掛號每件補償575元 包裹以公斤計算的話 5公斤以下每件是575元 5到10公斤則是每件865元 一年內發生兩次擱淺事件 民眾的包裹和油件全部遭殃 中華郵政表示將對業者求償 更不排除加重賠償額度 加上貨輪擱淺漏油 嚴重污染海滅 環保局最高可開罰150萬元 求償加上開罰真的是雪上加霜 記者侯郭文嘉義報導